1月6號 凌晨 3點08 我微波了一大碗 義大利肉醬麵 然後邊看youtube 我明天 就是今天啦 今天晚上 現在是凌晨3點 我今天晚上6點會跟 朋友吃飯 然後我其實有想說 因為我今天好像是 我好像是昨天下午6點醒過來的 然後我想說那我 一路不睡 撐到 撐24小時不睡 到明天 到今天下午6點吃飯 然後吃完大概 等於是 進餐廳 到 回到家應該會有3個小時吧 所以我可能是今天9點睡覺 這樣我醒 醒24加3 27小 或是30小這樣子 然後就 順帶把那個我的作息調過來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我可能大家也會睡死 然後 一樣 隔天 一樣就是當天的 下午傍晚 才起床 但因為 好 然後呢 我 我 我可能明天會把那個 我不是有找到另外兩個地情嗎 我應該會把那兩個投掉 我其實 邊看YouTube邊很 焦慮慌張 有在想一些事情 可能找一些時間把他 用筆記的方式寫下來 然後 用錄影的方式記錄一下高等自己到底在 想什麼 然後排解 自我排解一下自己 想投 不想投 的 思路 還有 我對於我自己未來的 擔心 還有我對我自己現在的 不滿意卻無能為力的 悲觀的想法 然後 希望透過整理思緒的方式讓自己不要那麼 煎熬 可能 明天或後天或怎樣早時間做吧 我吃麵都 這樣子卷 很認真的每一口都會 這樣子卷 然後割好 在湯匙上割好 然後 嗯 我覺得他可以再把微波差一點 我現在已經微波快三分鐘了 2023 1月6號禮拜五 我現在要走去學校 現在是 4點半 下午4點半 我是4點整的鬧鐘起床的 然後 我現在走的是 河道旁邊的小路 就是那種 很幽暗的小路 很多泥泥 基本上都是泥巴 然後平常如果已經天暗的話 我去學校我就不會走這條 可是剛才出門的時候 就是天色還沒有那麼暗 我想說啊那這樣應該可以走小路 結果 一進到小路4點半 還是蠻暗的 現在是 下午4點55分 然後我終於走到了 可能會待個 一個 像算5點嘛 可能會待個45分鐘 弄一弄之後 就去吃 韓式小烤 我現在在 另存新檔 把本來 阿聯酋的 履歷還有 Coverletter改成 Jet 2 跟朋友吃完晚餐了 現在是 晚上 9點 38 然後呢 帶了 一杯 撐奶回來喝 耶 現在 我吃飯前在學校弄 有弄了履歷跟 Coverletter 所以 其實可以投了 Jet 2 Jet 2 Jet 2 可以投了 好然後 今天晚上 想要 放鬆一點 因為 因為吃完韓式烤肉實在 太臭 頭髮啊 什麼都太臭 所以 我難得 一進門之後 馬上 就去洗了澡 然後我是那種 洗了澡之後 就 只能 在 寢室裡 床上 走動的人 活動的人 所以 我平常 為什麼那麼晚洗澡 是因為我只有 我洗完澡基本上就是要 上床睡覺了 所以 我今天那麼早洗澡的話 那我等於是 洗完澡 雖然才9點39 可是 我就 不能再去 可能本來的 客廳啊 廚房 去做菜 或是 用電腦了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 人在床上了 然後我想說 我今天那麼早 就已經在床上 就定位的感覺 那我今天應該可以早一點睡吧 早一點睡的話 那這樣明天就可以 去學校 去學校 然後就可以做多一點事 那這樣子 明天會去 早起 去學校 做多點事的話 那我這個晚上是不是可以配著我的珍奶 然後 看YouTube 而且比較沒有壓力呢 但我覺得 我對自己的期望是 今天晚上睡覺前 看可不可以把那個 Jet 2 的地勤投出去 好聽喔 谢谢观看